不过接下来要带你看喜事 这好像跟选举有关 这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角逐民进党总统初选失利 不过苏正营幕僚 看起来却非常旺 整个办公室真的是喜事连连 苏贞昌两个发言人的这个太太 几乎同时间都传出了 怀孕的好消息 而且长期帮苏贞昌跑基层的 这个组织部幕僚 也在今天订婚了 苏贞昌就开玩笑的说 原来我选输了 我的幕僚都化悲愤为力量 红透通喜洋洋新郎新娘见客咯 男主角很眼熟吧 没错有苏贞昌的地方几乎就有他 帮电火球跑基层的组织部幕僚 邱世元总统初选一结束 抢先完成终身大事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常常找不到人 原来是偷偷跑去业会 拍婚纱照的样子 报告院长有喜事的还不止一个呢 从台北市场选战到党内总统初选 左右相随的两位发言人 王敏生藏不住出为人妇的喜悦 和从没露面过的老婆大人 一块拿着小baby超音波照片 公布好消息 几乎同一个时间点 已经有宝贝女儿的李后庆 又要第二度当爸爸了 选举结果是个意外 那家里面这个应该也是个意外 女生应该也是个意外吧 可能都是在市场选举 晚后化悲愤为力量 所以我很高兴 老板帮幕僚下了最贴切的注解 苏正营好事三连装 电火球肯定没料到 为了打美好的一仗 原来同仁们憋了这么久 三连新闻白帅黄启超 台北采访报导 多次